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AI小工具的一个合集 咱们网上其实有很多这种工具 还比较好用 但是因为它的体量太小 功能比较单一 所以咱们单独拿它出来做一个视频吧 其实是时间很短 一分钟两分钟 可能就介绍完了 这样呢也不太方便 所以我们以后呢就是 如果说有这种小工具 我这边会先放一下 等到差不多了 再拿出来给大家统一去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几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呢是这个Dcolor 那么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就是黑白图片上色 大家看到上面是黑白图片 下面的话它会自动根据这个上面图片 然后去加颜色 这个颜色加的确实还是不错的 相对来说这个最终的效果还可以 就先来看这个第一款工具的使用 那么这边呢我给大家做好 直接用就行了 双击启动就可以了 稍等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地址的时候 这个工具就可以启动了 这个地址打开 好这个工具的使用界面 这个工具的功能比较单一啊 它只能用来做图片上色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这边大家选个图片 是一个黑白图片啊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就可以 那么这边大家稍等一下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好这边结果出来了 大家看 这是它给我们上色之后的结果啊 首先这个条可以拖 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上色之前啊 这个上色之后的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一张 这边还有另外一张图 点一下 第二次就比较快了 大家看 几乎是秒出的啊 因为第一次的话 它需要加载一些东西 比较费劲 这个就是这个效果 上色的效果确实还不错 这个大家可以来试用一下 好这是这个第一个工具的使用 我们就把它关掉了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这边第二个呢 是一个文件搜索工具 这个工具怎么说呢 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咱们有些人 可能是跟工作有关吧 他可能做设计工作 或者是做一些别的事情 那么电脑里面呢 可能有很多的文件 很多的图片 很多素材 当你要找的时候呢 只靠记忆去找 其实是很困难的 包括我们用也是 可能你在某一个文件夹里放了一个东西 时间长了之后呢 你突然间发现你要找它的时候呢 然后你把它地址报了 那么一个一个找 这个是很费劲的 它这边有一个这种素材搜索的这样的工具 效果确实非常不错 这些就不给大家看了 我们直接看工具吧 这个素材搜索工具在这里 它这个工具有一些小的一些用法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大家下载下来之后呢 然后你先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个文件 那么这是官方提供的一个检测工具 它可以检测就是你本机 是GPU跑得快 还是CPU跑得快 因为它有的机子可能这个CPU可能比较好 但是显卡比较烂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背定这种显卡的功能 就一定要比CPU的功能要好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跑一下检测一下 我这边来测一下 这边我们稍等一下 这边已经跑完了 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那么它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吧 它最终告诉我们说显卡的效率更高 那么我这个机子的话 我就用显卡 那如果大家测出来是CPU更好的话 那么这边需要改一下设置 在这个文件里面 大家把它双击打开就行了 这边呢有一个这个 如果你是显卡的话 那么把这一行保留 如果不是显卡的话 把这一行删掉就可以了 这行去掉就行 其他就不用管了 好 这个整体的设置就这样 下面这些不用管 都已经安装完毕了 大家直接用就行 这个下面有一个启动文件 这儿啊 把这启动文件双击打开就可以了 这边稍等一下 速度还挺快的 这个工具有个问题 就是必须联网 大家需要开着你的魔法 然后来运行 这样才可以找到这个地址 把它打开 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 首先呢 我们需要确定你要搜索哪一个目录 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设定一下 那么这边它有一个配置文件 在这儿把它双击打开 大家看这个第一行 这边呢就是设置你这个 这个素材所在的目录 那么我们来确定一个目录啊 如果大家想搜这个A 比如说我这个目录里面 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 把它贴到这个后面啊 这个我们打一个搜号 然后把这个地址贴过来 这边它告诉我们说这个杠需要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它斜过来 好 这样 保存 这就设置好了 把它关闭掉 然后呢我们 再来启动一下 这个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打开 那么这样 我们就可以进行去扫描了 点这个扫描 大家看 有个进度条 它在走 它在刷新里面的文件 这边也在走 呃 如果大家搜索的目录文件比较大 或者说你直接要搜索某个盘是吧 比如你C盘D盘 你需要东西比较多 那么它需要 建立这个索引文件 它需要的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这个大家需要去等一下 这个我们就弄好了 这边总共扫出来这个图片 视频 以及这个总共的一些数量在这 然后我们搜索一下 这个里面 好多都是女性 所以我们来搜一个 搜一个美女 这样调一下回收键 啊这个它给我们搜这个里面的这种角色 对于我们这边的文字 那么这是这个 然后我们看看一下还有什么 有个动物是吧 我们看这个动物 这边是吧 它给我们已经成功的搜出来了 那么这边有个太阳 搜一下 好 这样 你看我要写太阳的话 它搜出来图片比较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四张图片啊 是不是都有太阳 这个是肯定有太阳的 没问题 这个有没有太阳呢 其实有啊 在这儿 那么这个里面呢 虽然说没有直接的太阳 但是它有很明显的阳光 在这个后面这块 其实也是太阳 那么这个呢是没有太阳 但是也是有阳光 所以说这四张图片呢 其实跟你的内容都是相关的 比如说如果大家某张图片不想要 你就想要这个明昏黄的这个太阳 那么这边有个有这个纸 有两个进度条 你可以拖一下 这边是36%的相似度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些 然后再来搜索 这样的话会放宽这个搜索的力度 出来东西会更多 只要涉及到阳光的 或者有光 它都会出来 当我们调高这个纸的时候 那么下面呢 这个也太高了 这样我就搜索出来这一张 当然这个也可以去调 这个是总共排名 就是说它搜出来的这些东西呢 它会根据相似度 会排前六位 或者前十二位 这个可以自己去选择 然后呢 其他还有什么 再还有一个是吧 其他我们还能不能搜到 这边搜到了对吧 所以说它这个工具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你要搜索一些 特定的图片的时候 当你内容太多 然后你又忘了这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工具确实可以 很好的帮到你 这个以图搜图 这个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 然后这个 好就这个吧 然后这边 然后也是搜这个相似度 我们搜一下 那么搜出了这张图 这两张图吧 相似度比较高一些 这边大家可以找这种相似度 去创传一些别的图片啊 去看一下这个效果 文字搜视频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青蛙 那应该是没有这个视频 那么我们这里面有些什么视频 有个唱歌的视频 我们来搜一下 唱歌 唱歌收不出来是吧 调大一些 这边搜出来了是吧 嗯 调整这个搜索阴止呢 那么这个出来了 它是唱歌对吧 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的 唱歌的视频 所以说这个文字加上这个搜索阴止 这两个属性吧 可以控制你最终搜索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会用了 这个工具 剩下这些就不去给大家尝试了 这个大家下载下来之后 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这个工具还是比较有用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别的工具 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下一个工具是 这个 这个是干嘛呢 我这边没有给大家安装 因为它这个自动安装的机制做得比较好 大家打开之后呢 我们先双击这个选项 然后它会自动安装这个虚拟环境啊 等等这类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我们稍等就可以了 这个工具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这个工具是这个 这个工具效果呢 就是它可以对视频进行剪辑 因为咱们视频里面 它可能这种有人物 然后呢 同时也就没有人物的地方 它这个是按照人脸来剪辑的 就是说它会把这个视频里面有人脸的剪一段 如果说接下来没有人脸呢 它会把没有人脸的这个分段给你剪辑出来 然后再去剪这个下一段 只要有人脸和没有人脸 那么它会分开剪辑 在特定情况下也是比较有用的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结果 这边它还在装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工具的使用界面 还是比较简洁的 那么这边我们先来选择一个视频 这边我就选这个 那么它会自动开始剪辑 大家看到它会检测这个画面里面有没有人脸 如果有人脸的话 它会分一段 接下来没有人脸又分一段 总而言之 它根据这个视频里面的人脸 有没有然后来决定这个是否分段 这工具的作用就是这样 这边啊 它是自动的 当然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按钮 然后来进行一个手动的一个切割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我们这边就切割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我们分出了很多段 它根据有没有人脸 有没有正面的人脸 等等之类的一些条件吧 跟我们分了很多段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合并呢 比如说你这边可以去挑选 你需要的这个视频片段 比如我们需要这个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 把它添加了这边来 然后呢我需要这个 我也把它添加过来 然后我们随便找这个 然后我需要这个 我需要这个 行我们就这些啊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啊 找到你需要的视频片段 那么在这边呢可以播放 你想看这个视频片呢可以播放 这边好像也是可以播放的 但是为什么这边放不了呢 现在我也有点迷糊 这个大家自己试一下吧 是这样 然后这边我们挑选好之后呢 然后点这个按钮 它会进行一个合并 把我们上面选择的这些视频呢 合并成一个完整的视频 这是它合并之后的 播放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选择的一些片段 这样就合并完了 我们可以去导出这个视频去进行使用 当然这边的话 有一些文件夹这类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这个工具作用就是这样 同样比较单一 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呢 还是确实是比较有用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考虑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下载 我们把这个关掉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工具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一个人声 把这种分离里 这种工具比较多 但这个工具使用起来的 确实非常的便捷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点击这个start启动 那么这个音乐人声分离工具啊 这边是这样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直接看它的这个工具吧 这边稍等一下 好 这边运行完了 它给了我们一个地址 如果微能自动打开 请手动打开 这边是它给的地址 那么我们直接来找一段音频 我们就用这个音频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音频 嗯 哪儿去了 诶 找不到了 哇 这儿呢 好 这是这段视频 这个我们导进来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使用的模型 总共有三个啊 我们先用第一个 第一级分离 这个速度很快 好 这样分离完了 咱们听一下 笑话不错 来 我们再来分一个 它这边分出来四个文件 我们来听一下 低音 它这个声音应该是没有低 所以说这边是空的 听这个鼓 这个声音分离得非常不错 其他 这个伴奏呢 这个工具效果就这样 它使用起来比较简洁 因为体量比较小嘛 这个适合咱们日常使用 这个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下载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四个工具 这些工具呢 我们会传到网盘里面 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己下载 大家拜拜